我就講多一點 一次講兩個 吳翰森跟莊立航 說好九號要爆料 狼師身分 蕭勇達一開口 所有人全身貫注 葬事成為補習班名師 行為不簡 這三個人並列 天王級狼師 但點名數學補教名師莊立航 英文名師吳翰森 內容毫無新意 爆料變成空包彈 而被點名的吳翰森 上午直接來到市議會 全程看著蕭勇達 到底說什麼 要正面對職 落淚澄清 整個世界讓家人好煎熬 指控蕭勇達都在亂說 我會到台北的管轄法院 去對他做暗鈴的控告 蕭勇達接連爆料 不將名師一個個跳出來 從二號開始 蕭勇達公布狼師 事成過心 三號爆料 另外有三個狼師 四號說排除無敵 又爆立航跟翰森 專挑名校女生 接著預告九號公布答案 但昨天被點名的立航 出面暗鈴控告蕭勇達 也傳出陳菊不滿 連續續辦的爆料 約談他 今天翰森到議會對職 蕭勇達原本說好的爆料 突然又改口 在高雄立檢署就發送贏了 不要在台北也沒人知道 你不要說一說 說要告 說到尾還沒告 你也不知道 蕭勇達執政立立 究竟手上握有什麼證據 卻三間幾口打太極 被點迷的三位名師 兩位決定控告 爆料是空口無憑或鐵證如山 就等上法院說個清楚明白 經過國際SU小組高雄報導